2018-19赛季NBA重燃战火 邓肯把沃克赛四天三赛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手战雄鹿,沃克好取41分,却遭遇了字母哥的拔球绝杀,输球后的沃克掩面而起,迟迟不肯站起身来,有点让人疑惑,这明明是一场普通的常规赛,为何他会如此在乎呢? 两天后,黄蜂32分可场痛载魔术,沃克请取26分,转过来他上背靠背的可场征程,最后时刻,沃克突破制造犯规,用八球绝杀热火 三场下来,沃克场均贡献35.3分,赞为联盟得分王,一共拥见了19个三分球赞列联盟榜守,命中率刚好50% 这位被一米85的美国前总统笑称,绝对美我高的黄蜂领袖,正在用库里的方式,大出令人侧目的精彩比赛 显然,沃克在整个NBA的一号位里身材都是不占优势的,况且他也不是以身体素质劲爆著称的球员 生涯至今,他也只在第二年扣了五个,其他的时间,都是闪转藤罗制造空间完成高难度上篮 小个子在联盟生存并不容易,就连投射,他也要努力制造出更大的空隙,保证不被对方扑上来封盖 因此,沃克新赛季的这三场比赛,单单是投篮,就已经很具观赏性,大幅度的体现变相 耗赤普拉球后的强行拔棋 在运球后跳投的数据统计中,目前的沃克独自一荡 他场均出手14次,命中7球,以50%的命中率拿下18分 排在第二位的保罗仅有13分,而同样擅长强行包起跳投的哈登和里拉德 场均也就是顶5分和9顶5分而已 同样是在第三场比赛里,沃克拿到了生涯的第一万分 他已成为了黄蜂队史上第一位得翻破万的球员 这只是28岁的沃克在黄蜂第八个赛季的开始 他把自己所有的生涯都留在了夏洛特 把自己的名字,也写在了黄蜂队史的记录单上 前几个赛季,他从加入球队第二年以来,就被视为核心培养 在队两次杀入季后赛,自己连续两年入选全明星 在黄蜂山猫短暂而平级的历史上 他已经是队史第一人了 他也因为黄蜂的关注度太低 他所做出的成就,完全没有人瞧得上眼 沃克在2014年10月30日压哨得到提前十月合同 次年4800万 媒体对着币的评价是 中规中矩,作为一名普通鲜巴稍微贵了点 但他又不是当核心那块料 十至金玉,黄蜂阵中的巴图姆2400万 比永波1700万 马文威廉姆斯1400万 泽勒1350万 麦基吉1300万 作为球队绝对王牌的沃克 在球队的工资表上竟然排不进前五 连续两年入选全明星 却依然从没被当做全明星级别球员 就在他第二次获得全明星资格的时候 却被黄蜂公然兜售 乔达普认为他是能带领黄蜂前进的那个人 而他自己也受够了连年的沉沦 主动提出要交易 如果不是勒布朗早早宣布了具象 沃克很可能被换的骑士用来挽留沾黄 然而这条消息却被大牌媒体们亲密的拿来嘲讽 沃克也算个慢 而骑士这边 也从来没觉得只要1200万 那沃克值得这枚首轮的八号签 是啊 矮小的沃克是最不起眼的那个 人们只凭着印象流 觉得他沉溺于单打 不能让队友们变得更好 这种偏见甚至在整个NBA都通用 黄蜂对交易沃克的回报从来都没多高 不过想带走一两个垃圾合同而已 但人家的回应是 资质平平 仅此而已 他在大学选课一时 被称为康涅迪格大神 乃至NCAA的传奇 用后者不晃到防守人 绝杀机退匹兹堡 进去NCAA四强 但又如何呢 积攒下来的人性和实力认可 还不如一场成名的比永博 甚至还有不少人觉得 身后一位的大四省 如今还在CBA打拼的弗雷戴特都比他强 沃克在缩水赛季进入联盟 作为DJ奥古斯廷的替补 66场比赛 只赢了郑古霍金的7场胜利 换算成812场 赢球都不到9场 第二年夏洛特山猫 赶走奥古斯丁扶正沃克 一边怠烂 一边成长 一直被丁说 可他 从来不对着媒体放话 只信默默加烈 当然 也没有媒体大肆渲染 直到黄峰再次更换主教练 换成马次系的柏雷哥 顺带着引进的炮克 教会年轻人如何迎球 赤裸裸的基赐着任劳任怨的沃克 他也曾帮着队友说话 我觉得霍华德被误解了 他是个好队友 我需要他来帮助我带领球队 一周后 霍华德被秦苍甩卖 那些年的低谷 没有人一起经历过 包括后来被寄予厚望的重建希望 麦基基 德勒 卡宁斯基 蒙克们 沃克只记得 在一场本就上作率不高的比赛中途 球迷纷纷离场 赶回家去看北卡罗来那黑豹队的比赛 他眼望去 空座似乎比留下的球迷还多 所以你知道布克为何会在被权杀后掩面哭泣了吧 他痛恨失败 他从一支场上的大学球队 来到这支总也赢不了球的NBA队伍 而他没想过要离开 他只想把队伍带出拧拧 他经历了太多的失败 更看不得胜利从指纹中溜走 三天后 同样的方式 他用罚球多回了一场胜利 前两场67分 队市新记录 总分破案 队市第一人 而我可自己是这么说的 我每天都在磨练自己的技术 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必须要有侵略性 要完成出手 你每球队需要我 大家看着我 队友和教练都是一我 让我完成最后一攻 那我就继续做 关键时刻总要有人站出来的 你们需要的话 就让我来 投 他拿着队内最高身价 一半的工资 却责无旁贷的 做孤单英雄的事情 对他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暂时的德奔王位置会迅速被抢夺 黄蜂也会落到寻常战绩 但只用四天 沃克征服了旁观的球迷 他从来不是最优秀的 但他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每一天都要比从前更好 对他来说 大家